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3号星期六 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近日 中共又在渤海和黄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甚至接近朝鲜半岛 同时 有中共军事学者声称 台湾一旦被中共军队占据 将意味着共军突破第一岛链 通往太平洋的航线将被中共控制 这让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 但也有军事学者说 外界高估了中共的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 很大的原因是中共军队内部的一系列 所谓反腐行动造成了军心不稳 对军头们来说 没有了利益的驱动 都不想再跟随习近平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军队近期在黄海的军演 针对日本的意图较为明显 对此 军事学者关敏认为 日本担心台湾的安全 是因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阶线位置 如果台湾失守 意味着日本、美国等国家 共同维护的第一岛链失守 日本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 对此 官民指出 日本把第一岛链视为通向太平洋的生命线 因为日本是一个靠海上运输生存的国家 如果共军卡住台湾海峡这条运输通道 日本很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国家危机或者安全危机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曾说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此言以出 立即遭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谴责 而中共日前对台实弹军演 其中五枚落入日本专属海域 引发日本政府抗议 并呼吁中共停止军演 此外 中共多次把军事演习的地点设定在台湾海峡及其海域 这除了震慑台湾 也让岛国日本不安 官民说 日本工业极其发达 而且长期保持着忧患意识 日本工厂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生产民用产品转为军需物资和武器 就是为了防范邻国 他说 如果中共要发动这场台海战争 或者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他面临的对手不仅仅是美国 更直接的挑战是日本 虽然日本现在好像只有自卫队 如果日本一旦卷入这场战争 它的战争手段和动用能力会让人大跌眼镜 而至于外界认为的美中关系已经跌入谷底 台海一旦发生两军正面冲突 日美两国会迅速介入 以确保台湾和第一岛链的安全 官民认为 北京当局不会轻易对台湾采取武装行动 现阶段还是停留在口头威胁和武力震慑阶段 与此同时 近日 《华尔街日报》披露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四天前 曾经在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通话中提到 中国没有打算开战 外界认为 自1979年中越战争后 中共军队几十年没有实战经验 加上十多年前军内买官卖官盛行 这些高官根本不懂战术 而近几年中共展示的武力装备 并不代表中国军人掌握了相应的军事技术 外界其实高估了共军的作战能力 此外 还有观察人士认为 中共军方内部的一系列所谓反腐行动 已经造成了军心不稳 对这些军队的将领来说 反腐这么搞下去都没有利益 现在中共党内忠诚的人几乎没有 所以 现在军头们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军头们都不想继续下去了 因为看不到希望 由于近日 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升高了台海紧张局势 8月12日白宫发布预告 未来几周 美军将从海上和空中并进 通过台湾海峡 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综合媒体报道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 在媒体电话简报会上 谴责中共对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访台反应过度 在台湾周边海域实施的挑衅性军演 具有史无前例的破坏性 他说 美国政府将确保美军的存在、态势和演习 能够应对中共更具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让西太平洋局势更加稳定 他宣布 未来几周内 美军将在台湾海峡进行标准的空中和海上通行 这符合对航行自由的长期承诺 康贝尔还重申美国政府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以抵律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威胁 佩洛西离开台湾后 中共从8月4日起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演 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 8月10日 中共军方宣布军演结束 但仍将在台海进行常态化战备警寻 另外 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8月11日上午 几架中共战机再次飞越了台海中线 截至到当天下午 仍有大约10艘中台军舰在台海中线附近游异 台湾东部靠近日本的海域 仍有几艘中共军舰在活动 此外 中共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 前美国资深国防官员科尔比说 如果中共在台海实施封锁 将导致国际航运完全中断 国际社会应当除面干预 美国应该和亚洲内外理念相同的国家合作 确保台海自由航行 近期 美国国会如果通过新的支出法案 那么美国国税局将会获得巨额拨款 到时 针对民众的税务审查的力度和范围 可能也将随之扩大 在这个背景下 近日 国税局的一条招聘广告引发了争议 因为其中要求应聘者愿意使用致命武力 根据大纪元的报道 这则名为刑事调查特别探员的网络招聘广告 因为其中要求应聘者愿意使用致命武力 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数以千计的评论后 最终不得不被暂时撤下 据悉 这个招聘岗位的主要职责是 要求特工携带枪支 并愿意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 受聘特工必须愿意 并能够参与逮捕 执行搜查令和其他危险任务 对此 外界对于美国国税局的军事化问题产生了担忧 原因是目前美国国会正试图尽快通过 民主党推动的削减通货膨胀法案 按照这项法案 将在未来十年内给国税局拨款800亿美元 其中456亿美元用于他的执法工作 法案将使国税局在未来十年内增加8万7千名雇员 而这很可能导致针对中低阶层纳税人的税务审计将大幅增加 对此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兹说 美国国税局已经采购和储存了500万发子弹 并将在今年再花费75万美元 购买更多的子弹 他已就此提出了一项法案 以阻止国税局未来购买武器弹药 盖茨是这项解除国税局武装法案的发起人 法案的目的是以禁止国税局通过直接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武器弹药 目前这项法案正在等待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可能进行的投票 美国国税局的招聘公告中 使用了和其他执法机构 比如联邦调查局相同的关于携带枪支执法要求的措辞 但为什么一个税务机构要如此军事化武装 并被要求随时动用致命武力 对此民主党人争辩说 目的是在打击那些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富人的骗税行为 不过共和党人则强烈反对这项措施 担心税务机构军事化后 会把小企业和那些处于社会经济低端的人作为目标 即使现在不会将来也会 目前大纪元联系了国税局要求对此置评 但没有收到回复 近日 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国将和印度在距离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举行联合军演 同时 印度媒体还透露 印美两国特种部队自本周启 在喜马拉雅山南路开启为期21天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 10月中旬起 印美两国还将在靠近中印边境的地区 举行名为准备战争的高海拔作战演练 对此 中共军事专家直接指出 相关年度演习时间虽然是两国提前商定的 但仍体现了美印在防务和战略上的协调力度加大 综合媒体报道 8月8号到8月28号 印美两国特种部队在位于这里的巴克洛特种部队训练学校 开启为期21天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 这是两国第13届霹雳演习 其中 美军人员来自陆军第一特种部队群 和空军特种战术中队 印军人员来自陆军散兵团特种部队营 两支部队都是美印特种作战的精锐力量 印度军方说 两军将联合训练策划并执行一系列特种行动 进行反恐演习 并在山区模拟常规和非常规条件的空降行动 以提高两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霹雳结束后不久 印美两国又将在10月14号到31号举行第18届准备战争联合军演 值得注意的是 准备战争年度军演自2002年开启以来 虽然基本在美印两国交替举行 但印度境内的军演地点 基本选在远离中印边境争议地段的地区 两国去年2月举行的第16届准备战争联合军演 就选择在位于新德里西南方向的拉甲斯坦邦 但是 这次准备战争联合军演的地点 却选在离中印边境实控线 不足100公里的北阿肯德邦奥里地区举行 此外 最近中共在位于边境的班公湖上修建了一座桥 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局势 而印度政府也把此举谴责为非法占领 在今年访问印度期间 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弗林 把中共军队在有争议边界附近的军事集结 描述为令人震惊 对此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美国和印度的伙伴关系 是我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 共同愿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他说 这种更广泛的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括演习和培训活动 战争演习就是这样一个年度双边演习 目的是提高互操作性 提高我们各自应对一系列区域安全挑战的能力 根据法新社12号的报道 巴拉圭副总统韦拉斯格斯 因为涉及严重贪污行为 遭到美国制裁 13号宣布辞去副总统一职 并退出明年的总统选举 对此 美国国务院稍早发布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说 韦拉斯格斯涉及严重贪污行为 包括向一名政府官员行贿 并干预公开程序 未来禁止入境美国 据悉 韦拉斯格斯希望能出马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 因为巴拉圭总统的任期限制是一任五年 包括现任总统阿布多在内 韦拉斯格斯对媒体说 辞职的决定是为了避免波及总统 或者是他们的红党 此外 韦拉斯格斯的几名家人也遭到制裁 受波及的还有他的亲密好友杜华德 杜华德在经营亚细雷大水利发电厂的公司 担任法律顾问 不过 韦拉斯格斯否认美国的指控 并坚称自己问心无愧 红党将在12月为明年的总统选举进行党内初选 韦拉斯格斯是角逐者之一 对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应说 美国的制裁是和杜华德涉及的案件有关 他贿赂一名巴拉圭政府官员 以阻挠威胁到副总统及其金融利益的调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